好的 好嗎 我幫你看看 他現在的頭在你肚臍上面一點點這裡 這個頭圓形的是寶寶的頭 幫你量一下他的頭圍 他的頭圍 6.3公分 25周又5天的頭 你現在是24嘛 所以寶寶的頭圍是正常但是大一點點 上次好像也是齁 那好那就沒問題 來這個是眼睛 眼睛 這個是他的額頭 中間亮亮是鼻樑骨 再往前推 看來個鼻孔 鼻孔再來就是上嘴唇跟下嘴唇 嘴巴是大嗎 這張看清楚了 你看這個 好恐怖 好恐怖 很正常 他會喝氧水 所以有時候會照到要張開嘴巴 這是臉 然後再往下看齁 脊椎骨 白色一節一節的 這個他的脊椎 然後他的屁股是坐在最下面 坐在膀胱上 後來接見的是他的尾椎 心臟的話在這邊跳 心臟下來有個黑黑的 這是寶寶的尾 這一塊是肝臟 腸椎 最下面有個圓圓黑黑的 是他的膀胱 好 再接到寶寶的腳 哎呦 你兒子在摸自己的小鳥 然後小 真的摸 有沒有看到他隻手啊 大姆子在這裡 對阿哈的雞雞在那裡 我以老杜來一定會要發瘋了 對阿 他現在玩小鳥 一個小鳥頭在這裡 天啊 用手把它捏住 喔 要捏 哈哈 他去玩他自己的小雞雞 沒錯 他在玩他的小雞雞 欸又抓住 我會抓住他啊 他會抓住那個拔 天啊 他把他當成玩具在玩 欸要捏要捏 要捏 這裡 怪小孩 真的 你哪都沒來他就做這種動作 真的 自己玩自己 真的 你就跟他做這個遺傳 他小時候是不是也是這樣 哈哈 他還不放耶 你看我等他等這麼久 他還是不放手 他還是握著 他就抓著有安全感 我會這麼小就會自己玩 會會會 會 他的大拇指是在包起來在這裡 別嗎 他就抓住不放了 對阿 終於放了 終於放了 哈哈 天啊 這是大腿骨 膝蓋 小腿 兩根骨頭 踩下來 腳跟腳尖 另外一隻腳 他兩隻腳都在這裡 另外一隻腳是這樣 腳跟腳尖 他踢著 對 交叉 兩隻腳跟有相反方向 這隻腳 腳跟腳尖 這隻膝蓋小腿 腳跟腳尖 很好擋方向 好 我幫你量一下寶寶的肚尾 好 好 那肚尾就是為了算他的重量 嗯 好 把他肚子圍起來 好 體重是859公克 相當於25週又4天的大小 也是正常 也是大一週 啊 也大一週嗎 你看24對不對 哦 他體重都25 頭圍也是25 對 大一週哦 頭圍跟體重通通都大一週 難怪爸爸一直問我是不是要死 大一週也還好啦 大一點點而已啊 對 還好 這很正常 嗯 好 那這是心臟的部分 這個是心室中隔 左心室右心室左心黃 你這個有去排高層次嗎 有 有 不忘記帶來了耶 所以口頭跟你說是正常對不對 對 他是說都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好 那就ok 來聽一下心跳 現在心跳大概一半五十幾下 正常的速度 ok的 好 所以目前小孩齁 四隻手腳五關齁 都是正常 他現在看起來羊水這樣都正常 羊水量正常 他盤位置也正常 對 所以ok 下個月來要幫你看他 你有個肌瘤啦 對啊 要有長大嗎 那時候他也有幫我照肌瘤 肌瘤他會隨著子宮長大 那個是正常的 但是生完子宮不是還會再縮嗎 那他又再縮 所以肌瘤在懷孕的時候他會長大 那個不用太緊張 你就是生完縮小之後再來看肌瘤